爽口的猪蛇无论是用来蒸、炒、生菊都非常好吃 今天我们换一个吃法 用它来做上一道卤水 先把它给冲洗干净 猪蛇上这些周边会有一些淋巴 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 这个我已经叫上姜把它弄干净了 洗好的猪蛇放到锅中给它操一下水 去除异味 加入清水 少许的姜片再撒上点料酒 不用盖骨盖 调大火烧至水开再煮两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切点姜蒜片 再来切一点红葱头 没有红葱头的可以准备一点洋葱 这边水开煮了有两分钟了把它夹出来刮洗干净 先用刀把柱手上这层外衣给刮掉 这层外衣必须把它刮干净 要跟它会有异味 刮干净后再次把它冲洗一下 洗好后在它爽脆的喉结部分刮上一刀 这里意味相对会比较重 刮上一刀煮制的过程可以很好地飞发掉它的味道 像这样就可以了 砂锅中烧上一点油把它烧热 烧热后倒入姜葱蒜爆香 香味出来后我们倒入质量的开水 加入两块冰糖 调点生抽 一丢丢的老抽 再来上一小勺盐 把猪舌加进去 最后加入一包含有14种天然香料的卤料包 大火烧开后盖上锅盖 调小火给它卤制40分钟 中途要给它缓一次面 家里还有点白芝麻把它炒一炒 等一下放在猪舌上增加风味 小火慢炒把它炒至微黄就可以了 炒好把它盛出备用 炒好把它盛出备用 为了猪舌已经炉制好了 味道超香啊 不赶时间的话把火关掉 让它在这里泡上半个小时更加的入味 放凉后把猪舌拿出来 改刀切块装盘 装好盘后淋上一点锅蒸剩馀的卤汁 最后撒一点我们炒好的白芝麻 一道卤香扑鼻的卤猪舌做好了 爽口弹牙 卤香十足啊 做法简单 是一道厨房小白都能轻易上手的菜品 喜欢的朋友试试看吧